- 開箱無陌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森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開箱無陌生 看到我手中的這一個產品 就知道破得了了 沒錯 我們今天要來升級顯示卡了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產品 是MSI GeForce 3080 Ti Supreme X 哇 這也是一款由NVIDIA推出來的顯示卡 我這一次一直都很想要做一個升級 一直都是單機實況的關係 所以自己在實況以及在玩遊戲 同步進行的時候 FPS幀數多少會有一點點的不穩定 導致我的OPS就是我的實況軟體 一定要開效能模式 就是把畫面給關掉 這樣子的話我才有辦法穩定我的幀數 但依然還沒有辦法到達讓我滿意的效果 那至於這張顯示卡 今天拿來之後真的覺得有夠香 有沒有料我們用過就知道 馬上來開箱 咳咻 咳咳 講到MSI 哇這個鼎鼎大名 大家肯定對這個品牌不陌生喔 著名的微星 那麼你可以看得到說 他們尊絕不防的龍魂 直接相看在了顯示卡上面 看起來真的是尊絕不凡 然後本次產品是用三風扇的設計喔 一二三 整體的厚度看起來是真的還滿厚的 我背面非常的好看 走的是有點金屬磨砂 還有一點點髮絲紋的效果在上面 那當然背面依然是要有微星的著名龍魂標記 滿滿的信仰直接相看在了顯示卡的右側 非常的好看 但我這樣拿其實覺得有一點點重量 看起來這一次 Zeroom X真的是滿有料的 背面的部分我們看到說這一次有支援是雙BIOS的系統喔 一個是靜音模式 另外一個呢則是電競模式 這次如果要跑得動這張顯示卡的話呢 就必須要準備 三個8PINK的接口 看起來是一個吃電怪獸 不過沒關係 我已經準備好對應的POWER 要來滿足它了 因為顯示卡非常有份量的關係喔 所以這一次 微星也很貼心的準備了 欸 顯示卡支架 而且它這樣子 感覺是安裝也是滿簡單的 轉一轉 這樣子就可以搞定了 那麼大家就可以不用再用科技足塊了 如果是喜歡用水平式安裝顯示卡的玩家們 這個時候有服了 顯示卡支架直接附在裡面 底部部分呢一樣是有MSI 信仰龍魂LOGO 以及尊絕不凡 Supreme的一個標誌 非常的好看 好現在馬上來取下我原本 服役 已經是役幣的3080原創版 其實你從長度上就看得出來這一次 Supreme X 3080 Ti 它的長度是比我原創版的3080長度還要來多了 蠻大一節的 那厚度的部分也是一樣 其實兩者差異是真的還蠻大的 這一次應該會是有感升級 更不用說原本是單風扇 上下各一顆 的一個模式 那麼現在是直接三風扇 硬是多一顆應該會更猛一點 來來來上機囉 超級有分量耶 直接多出了一整節把我的紅色擋板給擋住 來擦上的是8PIN三個接頭 當然是少不了我們的顯示卡支架啦 這樣應該搞定 我們來開機讓他看看 哇 側翼的部分 你會看到 雖然你是水瓶裝置 你還是可以看得到 這精美的 RGB透明側板 給你的感受 相當不錯耶 當然 龍魂一定要搭一下RGB的 龍魂一定要搭一下RGB的 好的 接下來跟大家聊一聊 NVIDIA的DLSS 哎呀 深度學習超高取樣 簡單來講這個功能就是可以讓你自己的FPS增速 在玩遊戲的時候可以有明顯的提升 那麼我們馬上來用的是 Cyberpunk這款遊戲 那麼我們把所有的畫質 全部都調最高 2K的螢幕 那我們來試試看他目前的FPS 那麼配合上的是 內建的GFOX EXPERIENCE 這一邊的設定 你可以很明確地看得到 你自己本身的效能 我們來觀察一下有開DLSS 跟沒開之間的差異 好的 我們這邊現在是關閉的 你可以看得到左上角這一邊 顯示的是大概40FPS上下 好 那我們馬上來打開DLSS 我們開自動 FPS我沒有想到會差這麼多耶 大概從40上下變到是80上下 稍微走個路看一下 看他有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 喔 還蠻穩定的感覺 好 第二個我們要測試的遊戲呢 是 Call of Duty 決勝時刻的 黑色行動 冷戰 那麼我們一樣喔 把裡面所有的 畫質都調到高 能調多高就調多高 畢竟拿到了3080Ti 肯定要來試試看 光追也直接開到高 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先把NVIDIA的DLSS 給關掉 我們來觀察一下現在的FPS 左上角這邊可以看得到大概是 90上下 好的 我們馬上來開啟DLSS來看看 我們來開個平衡好不好 OK 往這邊左上角直接跳到三位數 120上下 我們來走一下看看 先進過這兩款遊戲喔 分別是 Cyberpunk以及 Call of Duty 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蠻明顯的DLSS的提升 在FPS的幀數上 都可以更顯著的 加蠻多張的 好的 我們來聊一下 Reflex功能 這個NVIDIA的獨家功能 在特賞英豪裡面的表現 那麼這個功能呢 是在特賞英豪 一開始出的時候還沒有 去年大概更新到某個時段 欸 才推出來的新功能 那麼這個功能到底是 幹什麼用的呢 簡單來講就是它能夠 呃 進階 增加你的反應時間 增加你的對槍時間 你這畫面上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 呃 同樣有開reflex的情況下 它的畫面會比較流暢 也是因為流暢的關係 所以它的開槍出去的速度 其實在判定上 會更快一些些 這個表現 在高赫之螢幕裡面 是更為強大的 探頭者優勢的情況下 表現更是 差很多 那當然啊 我覺得 競技型的射擊遊戲 勝負有往都差在毫秒之間了 有的時候會因為 PIN值上的差異 會讓reflex的體感功能 沒有來得那麼的強大 像是40PIN打到對方12PIN 你這個時候對槍上的感覺就差異性 真的就沒有這麼大 不過 有的時候 如果是打同樣PIN值的話 那麼你就會有很明顯的感受 欸 是有差的喔 reflex這個效果 我覺得它在槍材裡面的優勢 真的是非常的巨大 當然也不會因為你開了reflex之後 你把對槍都能贏 不過 確實是能夠增加一點優勢 讓你知道其實你輸 不是輸在配備上 因為我覺得輸人不輸正 這樣子如果你真的是對輸的話 其實自己心裡會知道說 是技術不足 哪些地方需要改進可以再加強 不會給自己那麼多 而心裡面的一個藉口 我認為是還蠻優的一個效果 大家一定要記得 好好地使用reflex這個效果 好的 來來來來來結論吧 這一次我留了顯示卡的升級 是有感的升級喔 不得不說 MSI Geforce RTX 3080Pi Supreme X 真的是有夠香的 這一次安裝了這個顯示卡之後 希望可以更穩定 我在射擊遊戲裡面的幀數 要跟得到高赫之螢幕的刷新率 這樣子的感覺才不會有一種 拖針 拖延 然後會有點卡卡的感覺 我覺得這次還蠻重要的 好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開箱影片 希望你會喜歡 也希望可以提供給各位觀眾朋友們 想要入手顯示卡的 當作是一個參考了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訂閱並開小鈴鐺 以便後續接收更多我的開箱內容了 我是阿森 再見 大家掰掰